多家中东媒体报道了一则爆炸性消息,中国同时向法塔赫和哈马斯递出了邀请函,请他们来北京会面,得到了双方的同意,难道巴以局势要变天,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爱观历史,巴勒斯坦内部,长期存在着两股对立的势力,分别是主张通过非暴力手段解决巴以冲突的法塔赫,即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,以及主张以暴制暴来解决问题的哈马斯, 也就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,除了法塔赫与哈马斯,还有其他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势力,比如吉哈德,阿克萨烈士旅等等,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,法塔赫曾经是相当进步的抵抗力量,也曾是巴勒斯坦内部最强大的派别,但在传奇人物阿拉法特死后,法塔赫在政治上陷入了极端的堕落,一边拿着美国和欧盟的资金援助,一边放任以色列对约旦和西岸的军事管制和领土蚕食, 目前巴勒斯坦人的居住区仅占整个约旦和西岸的18%,而且被以色列军队分割成了176个单独的区域,互不相连,而且大部分都在贫瘠的山区,每一个区域都只有少量固定的出入口, 而且以色列还在入口处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,监控所有人,这些区域的物资和水电也被以色列所监控,可以说,虽然法塔赫还叫做巴基斯坦民族解放运动,是超过140个国家承认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, 但他们现在基本上相当于拿钱替人看门的伪军,新一轮袈裟冲突爆发后, 法塔赫基本上处于坐视不理的状态,只是呼吁尽快停火, 至于哈马斯,相信大家这几个月来通过新闻都很清楚了,实际上,在2006年的立法委员会选举中,哈马斯就赢得了多数席位, 而那次选举,当时也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一次公平公正的选举,哈马斯赢得选举后,西方本想像资助法塔赫那样,继续资助哈马斯, 但结果被后者拒绝,随后,在西方的支持下,法塔赫等派别拒绝加入新政府,双方之间的矛盾也因此不断发酵,并导致2007年的加沙战争爆发, 而战争的结果是,哈马斯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,而法塔赫则保留了在约旦和西岸的地盘, 并继续主导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,06年的选举结果,其实已经足够反映出问题了, 假设现在巴勒斯坦在举行一次大选,哈马斯基本上必赢,因此现在的情况就是, 法塔赫有名无实,权力完全空心化,而哈马斯有15名,被许多西方国家认定为恐怖组织, 这样的一个二元对立的局面,自然是不利于巴勒斯坦的建国的, 内部都无法形成一致,和谈一致对外, 而中方这次要做的,就是为双方提供一个对话平台,推动双方和解, 巴基斯坦危难当前,如果双方再不和解,那么受苦的就只有巴勒斯坦人自己, 实际上,法塔赫与哈马斯不是没有尝试过和解, 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,2011年在埃及的斡旋下, 法塔赫与哈马斯曾达成开罗协议,同意组建联合政府, 随后在2012年,2014年,2017年,2020年以及2022年, 双方围绕组建联合政府一事,签署了多项协议, 但最终均无疾而终,去年10月加沙冲突爆发后, 所有和解进程均被冻结, 对此,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, 美国和以色列实际上反对双方和解, 法塔赫领导人阿巴斯也不止一次地承认, 以色列给法塔赫施加了巨大的压力, 客观来说,从巴勒斯坦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方向来看, 法塔赫的路线应该是错误的, 约旦和西岸人民被圈养的命运, 相信没有人愿意接受, 而哈马斯主张的以暴制暴, 从目前来看也难以解决问题, 中方要做的, 不仅是要让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和解, 更是要找出一个能够有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路线, 这些工作难度都相当大, 刚才也提到了, 这些多年过去了, 双方签了这么多协议, 但和解工作迟迟无法完成, 而中方成为调解人就有一点好, 那就是能够尽可能让法塔赫避免受到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, 之前不论是埃及还是沙特做调解人, 力度都不够, 美国和以色列稍加用力, 和解就搞不下去了, 但在中方这边, 法塔赫要面临的压力就会小很多, 去年三月, 在中方的调解下, 沙特和伊朗达成了和解, 希望这次法塔赫与哈马斯也能在中方的调解下, 在和解的问题上向前迈出实质性的一步, 哈马斯和法塔赫要在中国握手言和, 作为一个地区大国, 中方是这么说的, 自然也是这么做的, 据多家中东媒体报道称, 法塔赫和哈马斯已经接到了中方邀请函, 于本月26日前往北京商讨结束内部分裂一事, 哈马斯和法塔赫是巴勒斯坦两大主要的政治和军事组织, 其中哈马斯成立于1987年, 一直坚持武装斗争, 偏向于用暴力手段为巴民众争取权益, 而法塔赫, 也就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, 虽然一开始也偏向于武装建国, 但在之后的长期政治斗争中态度逐渐软化, 更偏向于用外交手段去解决问题, 虽然两者都是在为巴民众着想, 也都在抵抗以色列的压迫, 但由于他们的思想, 策略不同以及对权力的争夺, 经常导致两者的关系紧张, 甚至产生冲突, 在2006年巴勒斯坦议会选举中, 哈马斯以压倒之势胜出, 并坚决反对巴以之前签署的所有协议, 这引发了美国, 以色列和法塔赫的激烈反对, 西方国家甚至将哈马斯定性为恐怖组织, 双方的矛盾因此迅速升级, 很快就大打出手, 那段时间大规模的冲突和军事斗争, 已经成为了巴勒斯坦的常态, 2007年6月, 哈马斯将法塔赫的力量从加沙驱逐出去, 法塔赫也对此做出了回应, 其领导人阿巴斯随即宣布, 解散代表哈马斯的罕尼亚政府, 并将哈马斯标记为非法组织, 自那时起, 哈马斯一直掌控加沙, 而法塔赫则控制约旦和西岸的一部分地区, 两者一直处于分裂状态, 此次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, 法塔赫将原因都归咎到了哈马斯身上, 其领导人阿巴斯曾表示, 哈马斯的行为并不能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民, 这种言论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, 毕竟不论怎样, 法塔赫和哈马斯都面临着共同的敌人, 在这个时候说这种风凉话, 与背后捅刀子没什么两样, 而近日随着加沙局势的不断恶化, 法塔赫再次对哈马斯发出指责, 认为当前加沙大部分地区沦陷, 都是因为哈马斯的贸然行动, 对此哈马斯自然是不服的, 其官员公开表示, 对于去年10月发起的对以色列袭击, 哈马斯并不后悔, 但其不可否认的是, 这一鲁莽行动确实给加沙民众带来了灾难, 而且哈马斯当前的状况也不容乐观, 近期,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, 已经批准了以军进攻拉法的决议, 要知道, 拉法是加沙地区的最后一个避难所, 聚集在这里的无辜民众多达100万, 一旦以军进攻计划正式开始, 大规模的平民伤亡将是无法避免的后果, 而哈马斯也会面临遭受毁灭性打击, 甚至被彻底摧毁的命运, 这种情况下, 是选择躲在拉法等待以军进攻, 还是主动出击寻找生路, 哈马斯选择了后者, 日前, 哈马斯代表称愿解除武装, 成为一个政党, 与以色列达成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停火协议, 但前提是要尽快推动两国方案的落实, 哈马斯此话的言下之意, 无疑就是愿意成为法塔赫的一部分, 推动实现巴以和解, 在这种情况下, 尽快把哈马斯和法塔赫拉上谈判桌对话, 是当务之急, 而中方主动邀请两方来北京和谈, 对双方过来说, 就相当于是瞌睡地上了枕头, 来得正是时候, 对于哈马斯和法塔赫而言, 中国无疑是他们最可信赖的伙伴, 一直以来, 中国始终关注加沙的状态, 并持续采取实际行动。 以最近的事件为例, 上月, 中国外交代表与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, 进行了会面, 会面期间, 中方该表示愿意联合全球力量, 共同消除冲突, 公正公平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, 此次中方邀请双方进行和谈, 并为他们构建一个适宜的谈判环境, 就意味着中方已经开始发力, 虽然谈判结果尚未确定, 但这无疑是一个助于解决问题的良好开端, 值得一提的是, 哈马斯和法塔赫莱华之际, 布林肯也正在北京进行访问, 要知道巴以冲突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, 美国在这其中可算是功不可没, 如今双方或当着布林肯的面, 实现历史性的大和解, 退一步来说, 即便这次谈判结果不佳, 但双方愿把谈判地点选在北京, 就足以说明其对中方的信任, 不知道自诩世界霸主的美国, 亲眼见到这种情景, 会做何感想, 总的来说, 当前的巴以冲突正在走向一个不易决断的关口, 一方面, 双方都有力气持续战斗下去, 但另一方面, 又不得不寻求暂时性的休战, 这其中, 中国的外交斡旋起到了关键作用, 为双方提供了化解分歧的重要平台, 而布林肯的紧急访问中东, 也表明美国方面对事态的担忧, 未来能否实现真正的和平, 还有待各方进一步的谈判和妥协, 我们希望, 通过这场冲突的震慑, 各方都能重新审视自身的安全理念和民族诉求, 找到一种让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, 只有这样, 这个历史积累的中东矛盾才能真正迈向和平。